本集回归亲近本性 经者道也 道者路也 邀请陈明泽师兄与魏良许师兄 分享他们如何成为对方的善知识 发挥生命最大的价值 今天的话呢 我非常开心 欢迎大家的话呢 和我们一块来进行今天的这一场心灵讲座 今天呢 我们进行的主题就是 回归亲近本性 经者道也 道者路也 和您分享的这两位特别来宾 要和您来分享他的心灵风光 首先呢 我们来邀请到的是 这个场合纤维公司董事长 陈明泽师兄 我们掌声欢迎陈明泽师兄好 另外一位的话呢 他也是资深的这个慈禧志工 那我们也可以称他为魏导 为什么称他为魏导 待会的话呢 您仔细听下去您就知道了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魏梁绪师兄 梁绪师兄好 那我们知道呢 明泽师兄的话呢 在今年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受证了 对不对 好 而且呢 你上人希望您可以多做一些 结果你很快的时间就把这个公司的这个 事业的话呢 做一下调整 很快的就去投入了这个国际赈灾的部分 包含去甘肃 包含去贵州 可不可以和我们来讲讲这一段 事实上 我第一次上人当面跟我讲说 希望我去参加这个贵州发放的时候 当时的我还是一直把事业摆在前面 事业是摆在后面 所以第一次上人跟我讲的时候 我是很挣扎 因为礼拜五告诉我 上人说希望我去甘肃 那礼拜二就要出发 那一般我们下个礼拜的行程 甚至两个礼拜的行程 我整个都已经都排定了 所以当下我一直 一种心恋想说 是不是我下一次再去 所以上人告诉我的时候 我一直在挣扎 那这个中间一直到隔天早上 那我上来在刷牙 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 我突然间就醒来 我说 实际上人 他希望我去参加这个甘肃的这个发放 上人特别跟我讲 他说你要去健库知福 那我心里想说 上人给我这个福田 也给我这个机会 我感恩都来不及 为什么我还要在挣扎 所以当下那个时间我就转念说 就决定 还是把置业的 摆在前面 我认为我的事业 应该没有置业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发放 就是一提示一提示 我这一次没去 下一次也没机会了 所以当下我就决定 我就转念 我就把职业排在前面 那事实上心里还是有点担心说 我这个生意会不会受影响 会不会因为 我已经答应了 时间都排好 那我现在没有办法 如期的跟客人见面 我必须要跟客人更改时间 所以我星期一早上的时候 就一一去跟这个客人道歉 那我就跟他解释说 因为我们上人要我去 甘肃参加这个东令发放 所以我非常抱歉 我跟你这个约会 要跟你取消 那我当下是在讲说 那我大概取消掉 我生意也不见了 事实上没有 客人怎么跟我讲呢 他说没关系 你赶快去 你去做善事啊 那我们的meeting 我可以等你 你去多久 我说大概一个礼拜 他说没关系 那我们就延一个礼拜 经过这一次之后 我就整个让我 整个就醒悟了 事实上 自业才是我们 要把握因人 因为像人常常来讲 机会不会等我们嘛 因为我在乱到的时候 不可能等到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 家一个事业都有空的时候 再来做这个自业嘛 所以当下我就 就决定 就转念 所以这个 自业跟事业的 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说 还是把自业摆在优先 那事业的不会不见 很多时候去我向 然后少掉了很多执着 其实你应该少掉了很多烦恼 对不对 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呢 明泽师兄有提到呢 健苦之福 其实有一个国家的话呢 也因为通货膨胀 所以说呢 其实你当地人民 其实生活状况都不是很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在场梁旭师兄就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一直很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去哦 那个地方叫做新巴威 您当时也是带着我们研发出来的组合屋 然后呢 带去到当地盖了七间的这个 我们的组合教室 对不对 是在自由小学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讲讲这一段 那个是去年七月的时候 因为新巴威那个自由小学 它这个学校大概有百分 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孤儿 因为新巴威 艾滋病非常的盛行嘛 所以有很多小孩父母亲都不在 那那个学校基本上 它本来就有一点慈善的性质 就是尽量用很低的学费 来让很多孤儿可以来念书 那应该是去年初的时候 上有看到那个新巴威 那个自由小学 那个教室的画面 其实说真的 它不应该称作教室啦 因为其实它就是四根钢柱 然后上面盖着那个不织布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其实那个学校十几年以来 那个布也大部分都破了嘛 所以其实也不能遮风 也不能避雨 也不能遮挡太阳 所以上人看得非常不舍 然后他就叫我们 送十间的组合教室过去 那去到那里 我们要去帮他们把那个教室把它组装起来 因为我们在新巴威只有一位我们的志工嘛 所以我们去了从台湾去了七位师兄过去帮他把组合教室组装起来 后来我们就办了一场这个教室完工的一个启用仪式 来了大概一千多位 包括那个学校本身的八百多个学生 包括学生的家长 包括附近的一些居民 包括政府官员 你看到这一千多人 每个人真的是兴高采烈 其实尤其是那些孩子 八百多个学生 你看到他们脸上 你看到的是希望 看到的是满足 看到的是一种喜悦 因为十几年来他们没有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教室 那里的老师告诉我们说 假如说下雨的话 他们学校就必须放学 因为没有地方可以避雨 每一间教室为二的两个资产 一个是塑胶椅子 一个是很破很破的一个黑板 职日生必须放学的时候 把这两样东西带回家 假如这个职日生今天忘了把东西带回家 明天来这个东西又不见了 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根本 大家不会正眼去看他一眼的东西 对他们来讲是宝贝 那所以 齐勇仪式那一天 你看到每一个人大家都很欢喜 我站在远远的地方一个大石头 因为星巴会号称是石头的国家 它有很多很多的大石头 我站在远远的地方的一个大石头上面 看到那个一千多人那兴高采烈的那个画面 那些学生那些孩子宰歌宰舞的在庆祝 我一直在流眼泪 我一直在哭 我说其实我们虽然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花了七天的时间 然后忍受那个日夜温差 将近三十度的日夜温差 但是你看到那些孩子 起码他们可以用这个教室 可以用十年 他们十年当中 他们不用担心 刮风下雨 不用担心晒太阳 他们可以很安心的在那个教室里面上课 你会觉得说好值得 我觉得说还好有来做职机 所以其实站在我们做生意人的眼光来讲 我想没有什么投资报酬率比做慈善的这种报酬率更高 尤其是对自己心里面的那种肯定 对受证者那种收获 他们的一个喜悦 你觉得怎么辛苦都会值得的 没错 今年的夏天特别的热对不对 如果你上课的时候 然后呢 就是太阳直接这样子照着你 然后你依旧要上课 你有没有办法专心 可能没有办法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那个黑板非常的小 有多大 大概这样子大而已对不对 对就差不多这样而已 而且很破的 很破旧的一个黑板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自由小学的孩子们 他们不只有了组合教室可以来上课 而且他们有黑板咯 那个黑板非常大对不对 这个梁徐师兄可不可以和我们来谈谈 在地的老师看到了黑板非常非常的激动 对因为我们把教室盖好以后 他们搬进去教室里面 但是他们一样是拿一个 他们原来的那个黑板就挂在那里 后来我们觉得很不协调 因为教室很宽敞 然后很明亮 然后回来我就跟上课报告说 我们是不是送他们一些黑板 就是正式的那个黑板过去 那上课就叫我们去做布的黑板 那上课第一次这样跟我讲 其实我心里面有很多疑问说 哪有那种东西啊 黑板不就黑板吗 不就是木头做的为什么有布黑板呢 对啊 但是又不敢发问 反正就是布的黑板就对了 然后我知道我们明泽师兄他是做布的 所以当然我出来的第一时间 我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他 因为上课的概念是这样 因为组合教室基本上它是活动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在这里 明天可能我必须要迁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的组合教室将来必须因应 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使用 所以你既然是一个机动性的建筑物 基本上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机动性的黑板 所以上课是刚刚告诉我们说 布的黑板你可以卷起来 然后可以随时带着走 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就丢给明泽师兄 好 我们来听听看明泽师兄 如何来发明布黑板呢 梁确信用电话给我的时候 他说上课希望我们做一个布的黑板 当下他告诉我的时候 我突然间就笑出来 我说我长这么大 没有看过黑板 就是一块板子 怎么可能用布做 那梁确信用就跟我解释说 这个是上人的智慧 因为他这个东西要移动 突然间我一听了以后 我就感觉上人这个智慧 我必须要把它实现了 所以我都跟梁确信用当下 我就跟他拍胸脯保证 我说你放心 这个就交给我 我来帮你完成了 那事实上这个要做黑板 我也没经验 因为我是做纺织品的 怎么会跟布料 怎么会跟这个黑板 这个搭不上关系 那这中间我就开始去模拟 我以前小时候的记忆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研发团队 我就找来 也把上人的这个理念告诉他们 但是我们今天要把布 上面要涂一层 有办法变成黑板 粉笔在上面可以写的 我们要怎么来克服 所以这个中间我们经过 大概两三次的模拟 到第四次的时候 那就模拟出来就成功了 我就打电话给梁确师兄 我说你放心 我已经跟你完成了 事实上当我承担这个 开发这个布黑板的时候 我当时就秉着上人的理念 就是我们要把它当作是自己用的 所以当时我就考虑到 因为黑板对这些学生 到底对他的势力是有没有帮助 还是会造成他势力上的这些影响 所以一一在这个有关这个上面 我都把它考虑进来 所以当时我就是秉持着说 我们是用上人的这个理念 我们就是要做最好的东西 虽然他们那个地方很落后 但是我们给他还是最好的 另外一个 既然是上人的这个智慧 那在很多落后贫穷的国家 我们相信 新八威不是光这个地方没有黑板 应该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 可能都是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我会跟梁确师兄讲 讲那没关系 哪里需要 我就会在后面 我就负责来承担 我把需要的黑板 制作给各需要的地方 哇 大家有没有听到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用心在里面 我们是不是再次的掌声 来感恩我们 明泽师兄的付出感恩 谢谢 我想要问 我们经常说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那其实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 魏良旭师兄啊 刚刚有跟大家介绍 也可以称呼他魏导 对不对 有一句话说 石牌有一宝 演戏找魏导 魏导是谁呢 魏导就是魏良旭师兄啊 因为呢 他有一个叫做 真爱演剧团 那个团长也是导演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您的真爱演剧团呢 那两三年前 我记得有一次是 我们社区的师兄 希望我来规划一个短剧 然后他们是说 要演一出 就是我们关于 住面告别式的一些 正确跟错误的示范 然后他们本来提议是说 我们来演错误的示范 然后正确的呢 就有人出来讲说 正确是怎样怎样 我说那你 你正确的干脆也用演出来 不是很自然吗 就是有个错误的示范 然后再有个正确的示范 哇很好很好 那谁来 谁来纠正说 这个是错误的呢 我说那你就叫王者 起来纠正吧 那王者怎么办 王者就是 不是躺在那里吗 我说那你 你就因为住面告别式 是在那个殡仪馆的礼堂嘛 我说那你就让让一个人 眼王者那个人拿着一个相框 然后上面挂了两条黑色的带子 拿在手上 然后那个人他就可以纠正说 你这样不对啊 你这样不如法 又乱七八糟 怎样怎样 然后就这样来呈现 就效果很好嘛 大家印象很深刻 嗯不止 还有效果也很好 也很有效 会逗大家笑 对 所以就开始 他们就有活动 关于短剧的部分 就会希望我来帮忙安排这样 在妈妈的告别式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你决定说 不要办任何告别式 那就是一个 妈妈往生的时候就是 用助念的方式而已 对不对 对 当时是什么样的念头 因为是你先发起的 然后姐姐也觉得很好 你是当时是什么样的念头 决定说要这样子做的 其实我们职濟人 常常会去参加告别式啊 我常常在想说 我每次去参加告别式的路上 我在想说 我今天要去参加 那个告别式的那个王者 大概十次 大概有九次半 是我不认识的人 可能我认识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 或者是说是我们另外一位师姐的会员的爸爸之类的 我说我不认识他 我为什么会想要去 去跟他 结缘 对 但其实因为只是说因为他是我们的会员 但是 我不会去思念他 或不会去因为他往生了 你觉得特别难过 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嘛 我说这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对王者其实没有帮助耶 我真正更肯定的是因为上人告诉我啦 因为上人输家的母亲是在三年多前往生嘛 然后我一直很想找机会去请教上人 关于他输家母亲的往生 他自己的感觉 因为大家知道上人是当今的一代的大抉择 一代的高僧啊 所以我们必须跟他去学习关于生死的一些观念 然后那一次我就去跟上人请教 今天想听看上人对他输家母亲往生 他的看法 那他跟我说 他说其实一个人一口气没有上来 其实一生功过已定啊 他说多少人去帮他祝念 什么人去帮他告别事 其实对这个王者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重点是说 这个人他在世的时候 他做了多少善业 多少恶业 那是他带了走的 后面的这些东西对王者没有帮助 我常想说 我们在社会上看到有些人 因为自己的父母亲往生 可能伴好 好隆重 好盛大的一个告别事 其实 说起来是劳民伤财啦 因为上人输家的母亲 其实他的告别事 其实非常低调 他几乎没有通知任何人去参加 我觉得这个观念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 我妈妈的往生 假如说在佛法来讲 其实他这一生 他的功过 在他断气那一刹那 其实他已经 盖棺论定了 那 我们做子女的 能够陪伴的是在他身边 在他往在世的时候 能够多给他一些 正确的观念 多给他一些上人的法 所以他往生以后 其实可能我们可以找很多人去参加告别事 不过我觉得已经对妈妈不重要了 所以我就跟姐姐讲说 我们是不是住那满八个小时以后 就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仪式 那还好大家都全家兄弟姐妹 包括爸爸都都在慈祭里面都学佛 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有共识 正性真的很重要 甚至于是在妈妈头期那一天 喂爸爸的话 还是一样去环保站做志工 所以说这其实 心正写不清 对不对 其实有这份正的话 其实什么都不用怕 我想请教明泽师兄 当您听到了说 梁旭师兄他们家 是这样子来处理妈妈的后事的时候 你听到的时候的反应是 我当下觉得非常震撼 因为我知道梁旭师兄他们的背景 那当下我一直打电话 一直跟梁旭师兄我约说 那你告别事是什么时间 那我要不要 我要去安排时间参加 那你不用来 因为我们只做这个家属的告别 没有对外这个举办公祭 当下我是觉得 我有点没有办法 这个接受这个概念 但事后我知道梁旭师兄 的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判的时候 我是非常赞叹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典范 我可能将来 我们也会跟着梁旭师兄的方式 来学习来做 好希望大家都行善行孝不能等 因为呢这口气上得来的时候 你还可以发挥生命的使用权 上不来的时候 其实就像是师兄说的 上人开示的 你这一生的功过也就一定了 最后是不是可以请两位呢 来这个为我们现场的来宾的话呢 给予他们一些祝福 借由你们的故事呢 其实我相信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启发 明泽师兄 今天非常感恩各位师兄师姐 那我希望我们一起呢 少益知足 那少一点这个欲望 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更快乐 那更全安自在 感恩大家 感恩明泽师兄 好梁旭师兄 我最近在常常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 七月半很喜欢烧金子 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 钞票在流通 其实 像台湾的钞票 就是中央银行印的 美国的钞票也是中央银行印的 等于每一个国家的钞票 其实都是该国的中央银行印的 那其实我们烧给我们 假如说有我们的祖先 或者是那个好兄弟收得到的 那烧给他们的钞票 其实不是 不是阴间的中央银行印的 其实假如说他们收得到的话 他们在阴间用那些钞票 应该叫做尾钞 所以用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说 应该不需要烧纸钱 那另外一个概念是说 假如说我们在阳间烧的东西 祖先可以拿得到的话 那应该祖先拿到最多的是垃圾 因为我们一年光是台湾 一年就要烧掉六百多万吨的垃圾 远高于我们烧的纸钱 所以照说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假如说烧纸钱祖先拿得到的话 其实他们收到最多的是垃圾 感恩大家 哇 你看 梁旭师兄不只是很有想法 邏辑也很清楚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掌声 来感恩明泽师兄 也感恩梁旭师兄 好 感恩 好 感恩 好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